秉持着活到老、学到老的精神 长春学院师生为大众带来他们的学习成果 活药、幸福、健康的营活人生 是文化大学与推广教育部 专为50岁以上的朋友设立的社群 提供各类讯息和平台 包含社会议题、健康保健、礼台观念、免费讲座、课程资讯等 让长春朋友能在这里获得更多的资源 所谓得不孤必有灵 学院中学习书画和盆景种植的学员众多 同学间交流也非常频繁、感情融洽 在指导老师的教导下快乐学习 借由这一次水墨盆景连展的机会 尽情展现共同的学习成果 希望能够借此展现长春学院的旺盛活力 让社会大众更能认同学院的理念 并对学院们的研修成果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肯定 也让终身教育、活到老、学到老的观念更深入人心 张李全老师的创作以水墨化为主 又突破传统水墨框架、发展复合式媒材 丰富其创作能量、重新包装水墨化 林庆祥老师借由盆景艺术的欣赏与培育 希望为大众的精神与心灵带来纯净、和平 同时绿化家庭生活 也为世界带来和平的期许 时方新闻记者来英荣台北采访报道